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令到减息憧憬急降温 美股急跌超过500点 行资期收跌289点 当然Andy会立刻和大家分析一下市场如何解读数据 以及以致港股的走势和焦点股份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股星期三显著受压 美国通胀回落趋势斩揽 恐怕令到短期减息无膜 美股指数升穿105关 美国十年期债息突破4.5厘 是去年11月以来首次 市场预期联储局今年减息次数下降 道指低开200多点之后 急插579点 收市跌422点 报38461点 标指和纳指最多跌大约1.3% 标指收跌大约0.9% 报5160点 纳指跌大约0.8% 报16170点 银行股崖估、高盛、美银、花旗和摩根士丹利 都跌超过2% 美匯指数升超过1% 美元升穿153日元的水平 日元会价见了超过34年的新低 欧元会价跌大约1% 比特币亦一度跌超过2% 而近日不断创新高 所谓金价亦会落下 现货金价下市2319美元 油价反复升大约1% 焦点美股方面 Tesla跌近3% 苹果跌大约1% 亚马逊和Meta升0.2%至0.6% NVIDIA倒升2% 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麦阿里巴巴比港股跌大约1% 至选报$73.06 京东网易跌1.8% 腾讯和美团跌近2% 腾讯至宣布$308.26% 百度比本港收市跌2.4% 汇丰控股ADR仍然强 比本港收市价升1% 至宣布$65.52% 而邮邦和港交所跌大约2% 米阿里亦跌1.8% 今早还外围市况 先看看亚太区股市 普遍都要跟着美股向下 其中日本市跌大约0.8% 日经平均指数39,265点 跌316点 南韩市跌1%左右 而安邮股市跌幅0.8% 至于恒指黑旗纜 都预示层间港股 应该都要低开 因为黑旗都跌240点左右 跌幅0.4% 先和Andy谈谈昨晚最新的数据 因为美国公布3月份CPI 按年升幅加速到3.5% 高于市场原先预期3.4% 如果看扣除食品和能源核心CPI 维持升3.8% 但都是高于预期 按月升幅0.4% 亦超预期 看市场反映 通胀数据出炉之后 高盛率先推迟今年首次减息时间 预计首次减息会是7月 而非6月 而现在普遍市场怎么看呢 调期交易员估计 美国今年减息幅度只有0.5厘 相当于减息两次 少于联储局官员上个月预测三次 普遍预计最快要9月才会减息 联储局公布3月份议息记录 言论可能和上个月议息之后差不多 几乎所有官员都认为 今年减息是恰当的做法 但都要等到通胀更加有信心才启动 会议上也有提到缩表的问题 但没有结论 这次最新出来的数据 美国通胀是否复刺呢 对联储减息时机的影响有多大 是否真的会像第一次进行的一推再推迟呢 首先有几样东西 如果你说看着通胀数据 其实大家应该两个月前的时候 都已经知道 我们也有提到 其实这段时间是通胀的反弹期来的 当然会来得急的 来得急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段时间 我们也有提过今年最大的其中一个市场的风险 亦是之前没有预计的 就是说如果内地的经济复苏能力比较快 有机会令到其他商品价格会弹得多 大家看到唐价那些都弹了不少 这段时间大家一看到按月的通胀 即是升得多过0.3% 大家是会紧张一点的 昨晚又高过0.3至0.4 这个位置才会令到大家害怕 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有提到 始终通胀我们预计了这段时间是个反弹期 所以我们自己就相对平淡一点去面对 例如好像昨晚提到的一些重要的数字 当中你说如果看着Headline Inflation 当然能源价格会是一个很重要的 但是因为除了油价 我们应该之前跟大家说 如果怕通胀突然反弹 又没什么人提到的 那时候就提到买油 买油来做对冲 第二 还有一点就是 其实上个多月 其实大家会看到美汇是相对走得弱的 所以是差一点的 就是对于通胀的影响 但是昨晚里面还有Shelter 这一个就是房屋 住屋 我相信黏度始终都是高 因为逢是我们说的通胀 其实其中一件事 都会去看劳动市场 对于前景如何 接着会对于租务 生活上要住的情况下 会如何 这个我相信会黏度高一点 因为经济不是那么差 所以回到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说究竟 即逢是我们说的 是减息推辞 其实背后 我相信大家应该不是在炒息率 不是在炒期货 去炒现在国债是多少 应该不是在炒这些 大家都是在想 一个投资的角度是怎么样 即是投资可能买股票 或者真的去买债券 如果买股票 永远都是回到一个问题 究竟是在怕 真的纯粹 不减息要推辞 还是会更加害怕 如果突然经济失速呢 这个问题 永远都是 看看到时市场减变哪一变 但是 简单来说 刚好你又 就着这个数据去说 就是说 如果减息 是否真的推辞 六七月 我仍然觉得 看过往很多的历史 或者之前的角度 都合理 甚至我们之前 也有提到的 就是说 之前年初 大家对于减息预期 就非常夸张 即是炒得了 现在我们觉得 相对似合理一些 举个例子 我们那时候说 看着美国十年期债息 可能看着大概4.5-4.6% 昨晚就抽到4.5% 甚至 或者用 之前的人 你都经常问 TLT 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 大概5月附近 90元附近 看看到时 到时 可能要掩着自己 掩着自己的耳 不听太多消息 可能要这样去行动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同样地 之前你可以炒减息炒多了 你现在也可以炒 推辞减息 也可以是害怕多了 当然 我不可以说 一天半天 就说 定夺了 但最少 现在的Story Line 是跟之前几个月 是相似的 所以我们就比较平淡 去看这件事 所以我会这样看 经济 其实 你说是否真的完全 因为现在在看 经济动力强 息率高 如果经济动力 如果我们去看务动市场 其实是开始有少少参差的 再加上之前说的 策略性地 我觉得他们都应该 要减一两口息 大概在美国大选之前 令到他们之后 如果有更多工具 可以去做事 所以暂时 在消息上 数据上 我解释了 但在行动上 反而我开始 真的去看着 我不是说一定要TLT 但是 跟息率敏感的 我不是说一定是科技股 因为科技股那些 之前有解释过 那些是真的有基本免去的 但如果你纯粹去炒减息 纯粹用息率很敏感的板块 或者资产 我维持之前的说法 大概5月份左右 放TLT 或者TLT去到90元附近 就是开始会去留意 我们自己是否会开始加 这方面的注码的时候 就是要看时机 因为现在其实都90元附近 但是你说 要看时机 起码都要忍一忍到5月 还是差不多 我现在忍一忍 就是 通常大家 等于很多 你说炒股票 或者炒什么 通常你会很parabolic 炒上去 所以 现在那种害怕 都是一种 开始parabolic 就是昨晚 美国十年期 都突然标得很高 就是突然急升 这一刻就通常我们觉得 似是尾升的 是的 因为其实十年期债息 说真的 由年初开始慢慢攀升 不是这一刻才开始升 是的 等于我们等TLT 也等了一百元 等到市价 所以 我自己觉得是尾升 但是 美匯就是另一个角度 是的 美匯呢 如果你看着 你可能又要看其他的外汇市场 那些 那就要留意着 美匯呢 反而之前是比较弱 现在我觉得它这样推升 就不是纯粹因为跟着十年期债息升 因为曾经大家的相关度都没有了 最主要是 大家现在看着几个不同国家的减息时间 但是 有大概 我觉得是多了一点的 现在大概大家在想成一季的差别 大家在想 欧洲那边要先减 是的 但是 而 澳元那边 大家在看第四季先减 所以 现在是有先后次序 就是欧洲 美国 澳洲 这样的分别 如果你说加拿大那边 大家都是在看 其实跟欧洲差不多 与那边 大家一起去 就是 你 好 你 还ということ 就是 就 那 那 那